既然在学中心理科的主题语书 陈维玉标诗 贵宾性的修课是一种 专心性的贵宾欢迎 尽忠来得快又急 如果没有急时的处理 有可能在那几分钟 甚至是半点前来就快速恶化 让人分觉甚至是失望的危险 最新贵宾性修课的原因 包括有药物、食物 甚至是昆虫的独育 过敏性修课 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 那这个是全身性的一个过敏 所以各个器官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比较常见的是皮肤的症状 呼吸系统的症状 心血管系统症状 还有肠胃道症状 甚至是神经系统的症状 那比较常见就是 诱发过敏性修课的原因 包括药物、昆虫毒液 跟食物 那如果有发生过敏性修课 我们会让病人赶快的平躺下来 那移除这个可能的过敏源 那再来就是如果随身有吸带 这个肾上腺素 就紧急的施打 在这方面除了周登贵宾 另外就是注射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器 目前在台湾有两种剂型 我们会依照小朋友的体重 开力正确的这个剂量的剂型给他 那我们通常会给他一个训练的笔 让他平常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训练 那这个是训练的笔 里面是没有针头的 里面也没有药物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会将这个蓝色的安全装置把它打开 那打开之后 我们就会对着我们自己的大腿前外侧 做一个施打的动作 那我们施打的时候 我们手是拿这样子 垂直的静针 就这样子打下去 我听到跳了一声 那会停留3至10秒钟 然后再将这个注射器移除 从头到尾都不会看到针头的部分 里面是共同在境界贵民园的检查 出境界贵民园尽量拼命以外 像这名十三岁 有七传的南洞 里面也特别区立腎上腺素的注射壁 让南洞随心扎理的心胸 这让律师发生会要来施打 不得医师共调 就算助完肾上腺素 也要马上就医 接触后稍微观察和治疗 带我们新闻您跟蔡宏保德